没有人完美 我们只有九九点七 爱乐电台FM九九点七 数位平台无远福建 好戏登台 请您上座 生生婉约 百转千回 带您追溯昆曲艺术的前世今生 不止有好戏 欢迎收听台湾第一个昆曲广播节目 不止是昆曲 三云三亚 本节目由建国工程文化艺术基金会赞助播出 开启人文生活美学新风貌 建国工程文化艺术基金会 大家晚安 欢迎来到不止是昆曲 我是刘嘉瑜 最近渐渐解封 我想很多朋友都开始到各个表演艺术场所来看戏了 那么今天在节目当中 我们就要跟大家来聊一聊 古代人他们看戏的时候 他们要去哪看呢 特别为大家邀请到了 东华大学国语文中心的朱嘉文主任 来到节目里 朱老师你好 嘉瑜好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好 前几次的节目当中 朱老师跟我们聊到了 在红楼梦大观园里头的人 他们都好爱看戏 那看戏一定要有看戏的地点 是啊 这个是最挑剔的 看戏呢 一定要有看戏的地点 那么我们现在的人呢 看戏呢 会去 比如说戏剧院啊 要买票啊 那古人呢 看戏呢 大概的情况呢 就像红楼梦里面啊 他情况大概有几种 一种情况呢 如果是不是红楼梦里的人 但是那个时代的话 他也有可能到戏园戏班子去看戏 那就也还是要 类似就是要消费 要买票 但是呢 贾宝玉他们呢 是一定不会到戏园戏班子 去看戏的 好 那所以呢 就剩下后面两种 一种情况呢 就是唱堂会 好 像有个林安博 他家里面也不知道 说什么喜事 但是就是请呢 贾政呢 跟贾舍呢 去看戏 那贾政是一个比较孤僻的人啊 他就是小说里面说 他端方正直啊 不太不太走那个声色场所 所以呢 就说 那就他哥哥贾舍去吧 带着宝玉去啊 那所以这个就是林安博呢 最近啊 去了以后才知道 他也没什么喜事 就是最近呢 京城里面有一个不错的戏班子 很有名 他就想说 把他请到家里面来 搭个台唱个戏 自己看戏没意思啊 所以就点名了 几个世交好友啊 扑棚引呗 对对 来家里面的吃吃喝喝 来看一出戏 那目的是为了要引出贾宝玉 看到这个 就情小观人 那个卖油郎 独占花魁 那个宝玉最喜欢的 服侍少女的 这样的一个 很符合他心态啊 跟这个整个人的那种情调的戏 好 那所以我们就知道说 他们也会唱堂会 就是把外面好的戏班子 整个搬到家里面来 《红楼梦》里面呢 大官员也常常出现这样的景况 等会我们会来谈一谈 那最后剩下的一种就是加班了 就是像是贵妃醒亲的时候 他们就到苏州去买了12个小戏子 那买来以后呢 不能够就是只是唱戏的演员呢 还要有些行头啊 还要有些教习 对所有的这个整套呢 都从苏州的搬过来 是最正统的 就在他们家里面的加班呢 去做了一些演出 那么我们都知道 曹雪晴写这个故事呢 反映出来的就是 他自己家族的故事 那他家族是什么故事呢 原来他的祖父曹寅呢 写了很多的剧本 因为他们不只是有加班 有加班呢 不稀奇啊 加班呢 演出自己写的剧本呢 那才骄傲 那才稀奇 对 那才骄傲 就是说 因为买这个戏子回来呢 只要花钱就好 只要你有钱爆发户 谁都可以养一个加班 那问题就是说 如果加班演的是 你自己亲自写的剧本的话 那就不得了了 有文化 对就有文化了 所以像是曹雪晴的祖父曹寅 就子丑银卯的银 曹银呢 他就写过像 北红福记啊 太平乐视啊 虎口鱼声啊 最有名的就是续琵琶 所以他写了好几个剧本呢 让他的加班演出 那这样的一种景况呢 就是说 在自己家里面呢 随时调度 随时唱戏 那我们今天主要呢 就谈这个部分 看看他们加班 为他们唱了哪些戏 都在哪些地方 刚刚我们提到 第一个就是 贵妃醒亲的时候呢 要唱戏 那这个就牵涉到呢 大官员里面有个正殿 这个正殿呢 就是有个牌方 上面写顾恩思义 顾呢 就是回顾的顾 回顾皇上的皇恩浩荡 然后我们就思想起呢 就是行为作风呢 要有人德有人义 顾恩思义 这个故事啊 要从大官员 刚刚建好 那个时候谈起 贾正呢 就找了他的儿子 贾宝玉来说 你姐姐要回来了 不要整天在那里 看手机 滑手机 赶快呢 给我做几首诗 对 要有点功课 对 我要贴在那个大官员的 我们都知道 园林建好之后才一半 工程才一半 那每一个门口呢 都要有匾额 左右要有对联 这个软体的设施啊 要比硬体设施啊 要更有文化 更精彩 对 对 对 所以呢 就叫他做 那很多耶 进进出出的都是门 天哪 所以他就做了以后呢 他就 他是从里面做出来 从里面做出来 所以就是说 他先进去里面玩一玩 有赏了各个不同的 亭台楼阁之后呢 他就写了一些诗 有感觉了 对对对 那我们如果有兴趣的话 听众朋友们可以看 小说第17回18回 他就做了一些 他父亲呢 每一首都跟他说 不好 重做 那其实心里面很高兴 这就是古代的父子之情 跟我们今天不一样 我们今天要尽量鼓励 鼓励每个孩子 对 但是呢 他父亲就会说 嗯 不怎么样 重做 但是其实呢 都把他磕成匾额了 目的就是要让贵妃娘娘开心 因为呢 这个姐姐呢 长姐如母啊 从小就把他带在身边呢 手把手的教他写诗 写字 那现在如果 嫁了皇帝 然后再回来 看到弟弟长大 长高了 那又会做诗 又会提词的话 是 很欣慰 所以就是这样的一个想法 所以要让他写 我们把那个前面那一段略过 就是爸爸责成他要写的这一段 很长哦 略过之后呢 就来到最后一站 就是正殿 就是到时候贵妃要在这边 接见所有的家人 那有一点这种君臣的 这种见面的味道在其中 所以是一个接待大厅 像这样的一个接待大厅的地方 要容纳他们家很多人 他们是分班进来 就是见贵妃的 那就是老太太啊 带着王夫人啊 等等的这些夫人们先进来 那他的爸爸呢 再带着这些叔叔伯伯啊 表兄弟啊 堂兄弟再进来 然后后面是一些家人 轮班进来 但即使是轮班进来 这个大厅也要非常大 对 才能够像是 就是皇帝接见臣子 这样的一个规矩跟礼仪 所以这就是所谓的正殿 他就走到正殿的时候啊 他就突然之间就 站在那里发呆 宝玉 宝玉站在那里发呆 那大家都在等他说 二爷 二爷老爷在等你作诗 那他就恍惚了 恍神了 我们有没有一种情形 就是曾经做梦 梦见 某个场景 某个场景 后来在现实生活当中 觉得 忽然看到 对忽然看到 觉得有点像 对对对 就有点 就是觉得不可思议 那原来这个 《红楼梦》第五回很有名嘛 就是贾宝玉梦游 太虚幻境 是 太虚幻境里面呢 有一个地方叫博命寺 他把那个抽屉 柜子打开 看到了很多很多的 我们今天看起来就是绘本 就是绘画为主 然后短短的写几个字的 那样子的一个本子 每一页 都是一个女人 未来的命运 但是他都看不懂 他必须要自己醒来以后 走过长长的一生 他才会发现 原来当初梦境里面看到的 那些故事呢 是每个人的结局 然后他就了悟了 就看破了 那这个要到一百二十回啊 所以他得从第五回 开始慢慢的挽回走 那么在这个十七十八回的地方 他做事做到后来啊 他就发呆了 他说这里 怎么似曾相识 你只要把那个顾恩思义 那四个字啊 改成太虚幻境 就是他梦中见到的景象 所以他整个人就非常的恍惚 非常的恍神 那旁边就跟他父亲讲啊 说这个如果精神错乱的话 他送到疗养院啊 不太好啊 老太太会生气啊 是 那宝玉这样子的表情 让贾正有点吓到 然后就说了 还玩不够吗 还不赶快回到老太太身边去 白疼你了 就骂他 就是要让他回去休息的意思 因为怕他一个早上做太多功课了 脑筋会昏昏的 对对对 头脑打结了 那其实他是想到他梦境里面的事情 所以我们就知道说 原来整个大官员 跟太虚幻境 是时而虚 虚而实 二合一的 一个写作手法跟概念 那么在这个正殿呢 其实就是太虚幻境的门口 如果把时的换成虚的话 就是如此 那么当初贵妃娘娘 回来醒亲的时候 点了豪宴 奇巧 先缘 离魂 那这个志宴摘的批语说 这个是扶贾家之败 扶贵妃之死 扶林黛玉之死 扶这个珍宝玉送玉 等等这些 所以他点的四出戏 就代表了这个家族呢 会走向衰败 这样的一个伏笔 那就在正殿看戏 可是正殿没有戏楼 没有戏台 这个就必须要存疑 就摆在这边呢 做一个 可能一般人不太去提这个问题 以为坐下来就可以看戏 以为坐下来就可以看戏 但实际上呢 有些学者去考察了 如果说是22回 如果说是22回 薛宝钗生日的话 他倒是讲得很清楚 他就说 搭了一个家常的小巧的戏台子 那就外面的人来搭的 我们有的时候啊 学校办活动 也会搭那种 像演唱会那种大的棚子 一个小小的台子 对对对 有一个舞台 那音响设备也是要的 当然 那雨备 雨天 雨备案的话 就是会有一个那种 园游会的棚子 那费用不太高 就是对于我们要搭一个 大型的活动的话来说 比如说校庆啊 或者是什么什么州啊 对对对 历史州啊 中文州啊 那艺术州啊 他大概就是会 就是搭个几万块 就一个棚子 但是他要拆的话 要拆要搭 都很方便 也很快 一天就可以做好了 对一天就可以做好了 那古代的人 也是这个样子的 所以我们看这个 小巧的戏台 他可能就是 这个有一个专门的公司 他在做这个活动 帮助这个学生 办活动用的 所以古代就有戏台公司 对对这个戏台公司呢 叫做彩子活 彩色的彩 儿子的子 彩子活 这个彩子活呢很有趣 他不仅仅是帮你搭戏台 你有一些婚伤喜庆 对那要做这个法会啊 建教啊 他都可以帮你搭戏台 更有趣的是呢 如果皇室呢 有人出病 譬如说一个皇太妃 婚式了 那不是要送到山里面去 对 要去这个 办一个大型丧事吗 一天走不完 中间就要有行工 那他可以帮你搭 行工也可以帮忙搭 对对对 他可以帮你搭 因为你只住一个晚上 拆了就走 那搭一个晚上这个行工呢 搭的微妙微笑 哦 他不是很简陋的一个帐篷 对对 是书上说他搭的微妙微笑 跟紫禁城里面的某个宫殿呢 可以一模一样 是太厉害了 对对对 所以我们就可以想象 原来当初在正殿的地方 大家坐定了以后 就会有一个彩子活儿 好 他来帮你呢搭了一个 像宫殿一样的 仿照这个一比一的 比例搭了一个戏台 那今天晚上呢 就是看豪艳 奇巧 仙缘 离魂 看这些戏 看完了以后呢 第二天他就拆了 所以我们从来就没有看到说 正殿还有一个戏楼 对 像我们去乌丰林家 林家花园 对 他有一个漂亮的戏 他有一个很漂亮 很经典的戏楼 对 那我对这个戏楼呢 曾经有做过一点点 这个探讨 因为有过两次的经验了 说是要去做导林 就是有这个活动呢 办活动请演员来演戏 那当然他是常常接这种case 那我只有两次的经验 那我就注意到那个周遭的环境 因为主人家或者是被请来的宾客 他们是坐在屋檐底下 就是这个戏楼的对面的屋檐底下 正对面 有一次我去去做导林的时候呢 他的客人特别多 所以二楼两边呢 那个楼台上呢 也就是我们有点像国家音乐厅的那个厢房 包厢 包厢一样的 也有也做了一些人 所以他有一点环绕式的就是 一个摸字形 对摸字形的环绕式的 有点像一个天井 所以声音就从这个天井的地方呢 就是做集中 然后呢就是有一个天井的这种收音的效果 就特别好 对所以他一定要三面环绕 是 那舞台本身呢也是三面的 也是三面的 就是他只有背后那一面呢 是不面向观众 对 其他三面也面向观众 这个这样的造型其实很特殊也很好 那我相信彩子楼呢 其实本身的这个搭建或设计呢 也跟这个有一点相仿或者是类似 只是说曹雪芹不太方便写 哦 为什么不方便写呢 因为如果你在家里面看戏的话 可能有为这个清朝的规制 就是说我们现在如果到北京去看这个公王府 就会看到呢 公亲王一新呢 当年也为自己家里面呢 建了一个就是戏台 那这个戏台呢 看起来像是一个 就是一个大客厅 前面有一个小小的高起来的舞台 对 但是呢很有趣的是他的墙壁上 天花板周围都画满了葡萄藤 哦 嗯 对对对 为什么要画葡萄藤 当年慈禧太后就说了 听说你家里有戏楼 那这个王爷就马上就说 臣不敢 臣是在葡萄藤下看戏 哦 表示那不是个戏楼 对对对 他就是不能够真正搭戏台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禁忌 因为宫廷里面有戏台 那他们就要挨一截 哦 就不能跟宫廷里头一样 对 不能跟宫廷里头一样 所以他们画实为虚 他们就是到处打游击 如果今天是贵妃娘娘来了 那当然就要在正殿看戏 就临时搭一个 今天是王熙凤 或者是薛宝钗过生日 老太太就问王熙凤啦 想看什么戏 她说哎呦我都看腻了 我们自己家的 从外面找来吧 那临时就搭了一个戏台 那就是财子活儿就有活儿可以做了 是 常常都可以拆拆这个搭搭搭搭 那薛宝钗大概不好意思说话 就是这个客人 所以就在老太太的院子里面呢 搭了一个小巧的家常的 还不带说的形容词是家常的 家常的 像我们吃家常菜 家常的戏台 那也是就是昆毅两班皆有 我看起来也是从外面拼来的 因为有昆腔有异扬腔 那我想他们12个小戏子 是纯粹唱这个昆曲的 所以呢 看起来呢薛宝钗这个戏台 家常小巧的戏台呢 就是也是外面拼来的 然后外面呢 就外包给外面的厂商 今天都是外包的 然后所有的食物呢 也是薛宝钗去点的 外面送来的 这样他们就觉得好新鲜哦 不要每次都吃家里的东西 看家里面的 生产海味就腻了 那所以我们就会发现说 原来他们有这样的一个戏台 那如果不搭戏台的话 还有一个办法 它有一种 古代有一种建筑呢 叫做应该是一连串的建筑 就是二门里面叫做垂花门 不知道家瑜有没有印象 我们如果去那个就是去古迹啊 大户人家的古迹啊 或者是一些就是我们去中国大陆去旅游观观光 或者是台湾也有一些古宅的话 如果进到二层门之内的话 那个门口的两边呢 门啊门方方的对不对 对 那左右两边呢会有个垂下来一个花苞的形状 建筑上有一个往下垂掉下来的这个小花苞的那个形状 叫垂花门 垂花门就是二门 就是我们常说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那二门 那二门里面呢 就是女圈比较多 女圈多的地方 还有一些像贾宝玉这样的小孩子呢 跑来跑去的地方 那他就会有一店一卷棚的形式 就是像林家花园那样有个主店 有一个宫殿的店 有个主店 那它是有屋籍的 屋籍我们知道 就是那个屋顶呢 中间有一条线 然后分两边这样披下来 铺瓦下来 这个是正店 那么它可以连过去对面的 就是在垂花门那一头呢 会有一个卷棚 那这个卷棚是一种新式的建筑呢 它就没有屋籍 它就一样波浪一样 屋顶像波浪一样 那这样的波浪呢 就可以呢 就临时就是搭过去呢 连到那个正店 地上呢 再铺一个红麴鱼 就是红地毯 红地毯 对对对 那我们在卷棚这一头呢 或者正店那一头 它可能有一种可拆式的门 如果我们把那个可拆式的 就花窗的那种门 把它拆下来挂一个手臼 然后左边一个出降入相 对 它就不用搭台了 就成了戏台了 对对对 马上就成了戏台 那临家花园那种戏楼也不用 因为它是两个相对的 一阵一卷 一个正店 一个卷棚的这样一个 等于是一个客厅 一个小花厅 延伸出去的小花厅 这样的形式 所以我们坐在正店也好 我们是坐在对面也好 那我们就会把那个花窗拆下来以后 挂一个很大的那种 就是绣花的毯子 那个手臼 那这样子的话就有一个临时的 戏台就会出现 哇 还有这种妙用 对 以前我在看那个林语堂的生活的艺术的时候 他向美国人介绍说 中国人的家具啊 是可以拼贴组合的 譬如说一个八仙桌 它其实是两个半桌 平常的时候把它切半对半 然后推到两边墙上去 可以放花瓶 那如果你放在门口可以当玄关桌 如果要吃饭打麻将的时候 把两个拼在一起 再挂一块布的时候 那就是一个可以吃饭的晚餐桌 哦 对对对 那另外就是说那个多宝格 是 它也可以拼贴 也可以呢 就是搭配 那他就是说 你今天呢 要这样子摆设一些古董家具 那就我们就这个头上脚下 也可以转过来 可以转弯 对 所以中国的家具是可以变通的 比如说乐高积木 这样可以玩来玩去 是不是我们说固定好了以后就不能动 有一些装潢呢 固定好了以后就不能再动了 西式的家具 就做死了 就做死了 所以他们几年之后呢 就要重新再 打掉再重修 我的老师曾昭旭老师呢 他的家也是这种古色古香的 那么我从小到大就去他家 最近过年又去他家 他就讲了 他就说这种古式的家具啊 越看越有味道 而且可以排列组合 所以我们那个邻居啊 过几年就开始打掉 又重新装修 像我们家呢 几十年来没有装修 哇 对 所以我们就知道说 为什么呢 南安太妃 来到贾府问贾母说 你们家的姑娘们呢 那老太太就讲了一段话 那段话我们就可以理解了 她说 他们呢 声色的很 不敢见客 都躲在里头 那没办法啦 我们家里面也不缺唱戏的 定了一个队伍的这个打十番 然后呢 就是呢 就是悄悄打打的那个唱 就说唱艺术 对 那另外呢 还有一班小戏 他们就在里面看戏 那这样子 并没有听说他们搭戏台 那但是不用 就是有个地毯 有个红麴鱼 那另外呢 就是挂一个那个手臼 那他们就看起来了 就可以临时戏台 对对对 因为这样的话 因为基本上她人数不多 就是几个姑娘啊 迎春啊 探春啊 席春啊 那有个薛姨妈呢 陪着她们 那她们也自在一点 也舒服一点 不要说因为 太妃来了 就要请安啊 要这个很 就规矩很多 对 很规矩 正心为坐 我有一次也有这样的经验 在 好像在新殿的附近的山区 有个别墅 那她的主人呢 是一个医生 她就说要请 演员呢 来家里面呢 唱这个游园金梦 那说请老师来捣铃 我想说游园金梦 不用捣铃了 对啊 你们可以自己看 我有点推脱 后来她就飞要 所以我就去好好地做了一次的这个讲解 他们也觉得 这样讲讲解以后 看戏就清楚多了 那么这个演员呢 从楼上化妆了以后正式的 就粉末登场就下来 从楼上呢 这个不到园林啊 整只春色如玺 然后就慢慢就飘下来了 从楼梯上飘下来 那客人呢 全部都坐在角落 他有还有个壁炉 但是他也去借了一个 十九世纪的红麴鱼 铺在他们家地上 那有些人就坐在酒柜那一边 有些人就坐在窗台这一边 我还记得他们家的阳台上都坐人了 哇 天气还不错 他把落地窗打开 所以这个客人呢 若不多的话 在你们家客厅就可以唱 那对 这又是第三种呢 就是刚刚说那个正殿的方式 好 那另外呢 还有就是我们刚刚现在看到的 客厅的形式 还有就是说 你从正殿到这个连卷棚 中间呢 有一个天井 那我们就坐在一头呢 另外看戏 这样子也是一种形式 总而言之呢 中国人很小的变通 变化形式 在家里面的随时可以看戏 有趣的就是说 如果是在客厅里面看戏 我觉得很适合轻唱 对 那种轻聚或轻唱 因为文人就特别喜欢听 那个咬字发音 是 很讲究这个部分 对对 讲究这个咬字发音 跟喉咙的声腔的部分 那就可以仔细的 好好的去品味跟评赏 对这个部分 在自己家里面的客厅欣赏 这个我那次也觉得 幸好有答应 如果去看了以后 就觉得好近距离 好近好近 哇 整个体会就不一样了 体会是真的不一样 是是 好哇 原来在自己的家里 看戏的话 也可以有这么多 不同的空间场合 可以运用 让它成为一个 看戏的空间 好 这个就是古人 他们到底怎么样看戏 那么聊到这边呢 我们先稍稍休息一下 好 欢迎继续回到 不只是昆市 我是刘嘉瑜 今天在节目当中 为大家邀请到了 东华大学国语文中心的 朱家文教授 来跟我们聊聊 古人怎么看戏 在哪个地方看戏 好刚才 真是听故事 听到欲罢不能了 其实讲到红楼梦 红楼梦里头 老师有特别提到 他们从苏州 买了一个小戏班 那这个小戏班 在整个大观园里头 他们是放在 离香院 对对 那离香院里头 有没有他们自己的一个戏台 或者是唱戏的空间 离香院这个空间 他原本是荣国公 退休以后静阳的地方 对 所以第一个 荣国公是贾宝玉的爷爷 听说宝玉很像爷爷 对 因为那个 就是他们去做法会的时候 其实去建教 跟做法会 叫做 享福人 福身还祷福 就是你们家已经够享福了 福气已经很深了 很深厚了 可是每一年 那个做法会的时候 还是去求那个 菩萨 佛祖 再多赐神明 多赐一点福气 所以他们一定会出发 就是时间到 他们一定会出发到 这个道观里面 去做建教 去做法会 那么这个时候 就会把那个道观 清空 净空 只有他们家的人 才能进去 不是有个小道士跑出去 被抓到了吗 王西凤 啪的打一个巴掌 对 对 对 很凶狠 家母才说 别打他 那个小门小户 里面的孩子都宠 这个我觉得这个 有印象 有道理 小门小户的孩子都宠 反正大户人家 为了要接这个 家族事业的话 可能有时候 管教比较严格一点 规矩 别打 拿一点钱 让他出去 买个糖果吃 等一下我们 办完法会 他再进来 那所以这个 家母也是很仁慈的 那当时呢 他们就在 这个道观里面 也就唱戏了 也就唱了几出戏 也是伏笔 扶他们家的 这个行王和衰败 对 所以原来在这个 寺庙啊 道观里面 也能唱戏 随时随地 都可以唱戏 对 那刚刚 嘉瑜提到就是说 这个离乡院呢 就是荣国宫呢 的敬仰的地方 那么我们在那个 他们做法会的时候 那个张道士啊 他就看到 贾宝玉啊 要讨好贾母的时候 就说 这个宝二爷 进来发福了 又长高了 特别好看 怎么看来看去 就跟我们国公爷 是一个稿子 说他像爷爷 对 像爷爷 他贾母就高兴了 我这所有孙儿里面 就还是这个宝玉啊 像他爷爷 两个老人啊 讲话就很投机 好 很投缘 那我们再回过头来看 国公爷 就是跟贾宝玉的 同一个稿子 就长得很像的 这个国公爷呢 就是贾宝玉的爷爷 那么他当年退休了之后呢 就说要禁养 我们想想这两个字 安静的禁 休养的养 要禁养 我们今天如果退休的话 我们会去公园 对 跳跳土峰 每天呢 到这个社大 去学画画 插花 学英文 写书法 写书法 对对 我们会很快乐地 享受退休生活 对 会过得很忙碌 很热闹 那可是呢 这个清朝的人 他们退休以后要禁养 我想第一个可能因为 他一辈子在做官啊 官场上的事情很繁琐 让他很累 所以他需要禁养 第二个呢 有些学者提到 就是清代的人 他们很喜欢学这个 雍正皇帝 他们都是一样 喜欢烧丹 练拱 寻求畅生不了 他们也练丹 练丹 对对 所以要就是接近宗教式的 在那里 就是修养自己的身性 对 那但是这个都只是揣测 我们不知道他禁养的意思 总而言之就是 你们不要来吵我 你们安静一点 我要离你们远一点 这样的意思 好 那所以他就在 他们家的一个角落的地方 还在家里范围 没有出去 在家里的范围里面呢 有一块地呢 他就盖了一个小别墅 别墅多小呢 有只有二十几个房间 好几个房间 只有二十几个房间 他就觉得够用就好了 所以嘉瑜刚刚说 有没有什么戏台呢 应该也没有 他就是一个 有点像一个很大的院落 那东西厢房 那有一些 有一些大大小小的房间 让国公爷呢 一个人禁养 一个人禁养 二十几个房间 对 那当然国公爷 后来过世了 所以这个房子呢 就空下来 那最早呢 是薛宝钗他们一家住进去 说是来依亲 为什么来依亲呢 因为他那个 薛宝钗的哥哥呢 叫薛盘 那个就是一个 不学无术的人 打死了 在外面打死人了 就是犯了这个人命官司 所以赶快来 寻求贾政的庇护 贾政后来简单呢 就交给贾宇村 贾宇村就胡乱判案 就解决了这个事件了 那所以他们就留下来 那如果有这个亲戚啊 来家里面 还去住在外面饭店的话 你会很没面子 所以当然要住在我家啊 因为又不是没有房子 房子不大啦 就是二十个房间 就二十个房间而已 那但是呢 就是临时凑合着先住着 如果来到我们家来一趟 那住一段时间的话 还去住在外面的hotel 或者是找一个饭店的话 那我们就很丢脸了 对对对 我们就好像就是招待不周 所以就硬把它留下来 那叫做梨香苑呢 可见的这个地方 种了很多梨花 那梨花呢 就是如果我们去看的话呢 就是它是白色的花 那也有香味 是 对 有些学者就说 薛宝钗住在这里呢 很适合 第一个他抽花签的时候 抽到的是 任世无情也动人 就是他给人感觉上 很端正 很娴熟 很冷静 不是那种 像石像云那样 哇啦哇啦的 开开心心的人 不过 这样子的人呢 给人感觉呢 就是 就是他很无情 很淡漠 也有一种 有一种动人的气质 认识无情也动人 即便他无情 还是动人 还是动人的 所以就引了白巨翼的一句诗说 白妆素袖 必杀裙 就是白色的 就是裸妆 素颜白妆 素袖 衣服也是 袖子嘛 袖子代表全部的衣服 袖子也是素色的 那裙子呢 是碧纱裙 就是 就是青绿色的裙子 那其实白巨翼 这首诗是写梨花 把它形容成一个女子的形象 所以 有人认为曹雪芹 是有意识的 让薛宝钗呢 先住在这里 就梨香月 很适合他这种 淡雅的 清香的 又君子美德的 这样一个女子的形象 那么后来因为 他交代也不清楚 就是十二个小戏子 买来之后 就住在黎香院 可见的薛家一家人 在外面买了豪宅 已经搬出去了 对对对 玉售屋盖好了 他们已经搬出去了 那所以 应该也是不远的地方 因为常常都成婚定型 又进来 对 那薛盘后来 娶了这个正式的妻子 夏金贵 那弟弟薛科呢 也要娶亲了 所以他们慢慢开始 家里面人多了 所以他们真的就可能 买了一个双拼的啊 或者是两户打通啊 就住在一起 所以这样的情况下 他们就搬出去了 那这个把这个 离香院就腾出来 所以我们就知道 他其实这个小单位 适合一个一家子 住在里面 那么听戏 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有两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呢 是贾宝玉 他们每天呢 就是翻来覆去的 这样也不对 那样也不对 然后就想要听一个 吴百啊 张辉妹啊 那个就是听他们的歌 他以前呢 是没有这些录音设备啊 可以随时随地就点选 对不对 就是上去上网去点选 所以都要真人来唱 对 所以呢 他就到离香院去啊 找这个林冠啊 就说你帮我唱一套 那个鸟琴丝 好 那可是呢 这个林冠呢 就很骄傲 就不甩他 不甩他 就说 接着嗓子哑了 不唱 怎么会这样子呢 那我们就看上面那个 就是书本的空白处的地方 有之厌债的批语 他就说 他说的没错 我们这一些 这个世家子弟啊 受到那个小戏子的欺凌啊 欺凌 对 你要教他唱他还不唱 就是有的时候 我们都会觉得说 这个少爷或公子 来叫我们唱 是给我们这个工作 给我们活做 是给我们面子 因为我们唱得好 他才来叫我们唱 我们就会赶快唱 对不对 但是呢 这个林冠呢 就拿翘 所以就说不唱 那贾宝玉 瞪着他看的时候 他还说 看什么看 昨儿娘娘宣 我们进去 我还没唱了 所以就 就是那个 就摆了很大的脸色 给他看 所以当时那个 知焰斋是一个 一个team 一个小工作小组 他们有很多人 在那边评点 其中一个就说啦 这个我们受到 小戏子的 这样的一种 侮辱跟屈辱啊 表示常常发生 这种事情 因为你想想 他是你花钱买来的 可是他又很拿俏 第一个他很漂亮 第二个呢 他很会唱戏 你很需要他 因为你没有办法 用那个 就是手机去点选 你想要听的部分 所以你只能够 就是看他的脸色 这都是颠倒过来的 一个现象 反映出来就是 我们所不知道的 那个富贵人家的生活 我们以为 富贵人家的生活 有钱就是大爷 对 要什么有什么 对对 叫你唱你就唱 就没想到 是反过来的 受到这个小戏子的 这个 白脸色 白脸色 这个部分 写的也很有趣 那他 但是他反映出一个现象 就是总是有唱的时候吧 是 他高兴的时候 对 总是有唱的时候 所以就是我们会近距离的到他们演练的地方去听他们唱戏 但以前我的老师告诉我一件事情 他说那个召集就是宋徽宗召集有一幅画叫听琴图 听琴图呢 就是皇帝呢 坐在那里谈古琴 那有两个大臣呢 就是坐在他的面前当观众 但中国古代的观众啊 从来都不是那个正经为坐 然后盯着戏台上的 或者是舞台上的人 有一个聚光灯打下来 跟现在看戏的那种不一样 对 他当然也不会吵 但是他会走动 然后他会低头 他会抬头 他主要是在听那个声音 他不在看这个人 所以就是在听曲 那所以我们就会发现 就是说林黛玉呢 走到了离香院的门口墙边的时候 突然有一声没一声就听到 原来叉紫烟红开片 似这般都赋予断金颓缘 那么贾母呢 曾经说过一句话 他在中秋节的时候啊 就是希望呢 能够让这个小戏子们呢 穿花度水 把这个声音送过来 这牵涉到两种美学 第一种美学是贾宝玉呢 要随机点播 所以他就去找一个小戏子呢 就说你帮我唱一个什么 好那对方总有唱的时候吧 是 然后不要找林管就好 别人的话也许会唱 那这样子的话 就会很近距离的 看到他的婉转的声枪啊 他的咬字发音啊 所以就是文人 比较强调的这个部分 那但是呢 如果是配合了一些 简单的乐队 像昆迪 这样子来伴奏 来吹奏的话 贾母倒是喜欢呢 穿花度水 因为大观园里面呢 有一条溪流 叫庆芳 名字也很好听 对啊 三点水的一个心 一个心 庆芳 那么 然后呢 他又有一个花絮 花絮的絮呢 是三点水在一个絮树 就是我们絮氏啊 絮树啊 讲故事那个絮 这个花絮的意思就是花地毯 就是一个绿草如荫的那个花地毯 那个叫花絮 那庆芳西的旁边就是一片花絮 那贾母现在 就是一片草地的意思 对对对 芳草地 那贾母现在就希望在水的这一边 跟大家野餐 那刚好那个地方呢 有一个就习村住的一个小的这个小楼 他们可以在那里 那如果我现在 不要那么大声 声音不要这么大声 那我是不是可以把那收音机转小声一点 可是古人就是你知道 你要远一点 远一点就不会这么大声 是 隔好几个楼 我以前在看那个歌德啊 写的福士德 那个老作家 他晚年的时候 也是在阿尔卑斯山脚下有个别墅 那他就是请乐团来演奏的时候 那时候也没有 也没有录音机的设备 是 他隔好几个房间 叫他们从那个房间 这个吹奏过来 然后传出来那个声音 对东西方真的有异曲同工之妙 那可是我觉得中国的美学更好 因为它要有水音 水音 对 它因为水 就是声音如果透过水的话 会更温润 更滋润 更空灵 有这样子的功效 对对对 因为有一些 戏台像林家花园那个雾峰 它就有水缸 它有水缸 对对对 下次嘉宇可以去看戏的时候 仔细看一下 要仔细看一下 所以在戏台下面摆了几个很古朴的大水缸 注了水之后 演员是在那个水缸上面唱戏的 我真的没注意到下面有水缸 所以老太太就说了 今天刘姥姥第一次来我们家 秀一下这样子好 所以要穿花肚水 就叫让它到花絮那一头去 那头刚好有些桂花 也很香 那么小戏子就从那边吹笛子 还有唱昆启 就送过来 送过来 那中间隔了一个水音 有水 以前我的老师也告诉我们说 你不相信的话 你洗澡的时候唱歌看看 会比较好听 原来那是因为水 不是因为洗澡间很小 也有可能是洗澡间很小 回音 对有回音 那有水音 所以大家可以回头去看一看 这个第四十回的地方 老太太说 我们就在这个 从那个坠井阁那一边 这个给我唱过来 那我们在这个偶像蟹这边 一边吃 就是一边 就是饮食 喝下午茶 对了 喝下午茶 然后呢 就是他那边呢 就是弹唱啊 就是过来 哇 好享受哦 然后他中间就说了 况且又可以隔着水音 对 所以有人说 富贵三代 方姐穿衣吃饭 那也有人说 一百年才出一个贵族 因为他是讲究这个 这个声音的声响的效果 也很有趣啊 就唱多久 也是一个学问 对不对 那我特别注意到小说里面说 大约两盏茶的功夫 那我很喜欢这些计时的单位 两盏茶 到底是有酒 有的时候是一炷香的时间 对对对对 有的时候是一顿饭的时间 有的时候是一盏茶 有的时候两盏茶 就是抓不准 因为有的人喝茶 快有的人喝茶 所以他就不是那么精确的时间 那其实这种贵族生活是悠闲的 哪管什么 我们现在几点半个小时之后要开会 赶快赶快吃完饭 他们没有那个这样子的一种 节约时间 或者是说就是那个时间观念 大约一炷香的时间 然后还说一炷香是一炷梦田香 所以不同的香 其实时间也不太一样 可以这么说 一炷梦田香的时间 那真是说不准 那梦田香的时间 是要做一首诗的时间 诗舍的时间 那两盏茶的功夫呢 是听一段曲子的时间 分曲的时间 这个我觉得都很美 对对真的都很美 那另外还有什么情况下 他们会也会去看戏呢 会去听戏呢 第一个就是 比如说有小baby满月酒的时候 对他们也会唱戏 那另外呢就是说 有办丧事的时候 我特别注意到的是 秦可卿的丧事 秦可卿呢就是 七七四十九过七七 头七的时候要守夜 因为好像是民间传说 习俗上就是 这个头七的时候 都是不睡觉的 要隔夜 当然跟守岁是不太一样的 但是要守夜 那所以呢 秦可卿的这个丧礼 在头七的时候呢 也请了一般的戏子呢 来唱戏 那那个时候唱的 应该就不太一样 也不太一样 但是这个地方啊 他没有说他唱什么戏 那我们可以来看一看 在金平梅 金平梅的西门庆 李平儿他们过世的时候 头七也都是唱戏的 这个小说家是不会放过 任何一次的这个喜剧的表演啊 或者是这个讽刺幽默的 这个展现的机会啊 我们就以西门庆为例来说 他过世的时候呢 到了头七的时候呢 大家不是都哭哭啼啼 来祭拜啊 烧纸钱啊 吊咽啊 晚上就不回去了 晚上不回去的时候 就以一个戏班子呢 来演出 杀狗记 那怎么样的观众席呢 就是男女呢 男左女右 坐定了以后 中间隔一个纱布 就是有个帘子 表示说还是没有在 同一个空间 空间 隔间 那舞台是看同一个舞台 那杀狗记呢 就是说 有一对兄弟呢 他是原杂剧 后来明代的昆曲也有演出 他说有一对兄弟呢 哥哥很霸道 把家产全占了以后呢 把弟弟给扫地出门了 然后就是结交了一群 那个酒肉朋友 那这群酒肉朋友呢 其实都不是 都不是好人 那妻子呢 每次都劝哥哥说 你不能这样 你不能这样 这个其实都影射西门庆 你不能这样子 那可都不听 有一次呢 这个妻子呢 就使出了一个铁碗 一个杀手键 现在今天讲起来 好像不太适合 他去买了一只狗 把这个狗杀了以后呢 穿了人的衣服 把它放在他们家门口 因为他老公每一天回来 都喝得醉醺醺的 狗啊 人啊 都分不清楚 然后他绊倒了以后就说 哎呀 有死人啊 有死人啊 那他就怎么办呢 太太就说 怎么回事 是不是你杀了人了 我 我就整个搞不清楚 他断片了 那于是呢 他就找他弟弟呢 来帮忙呢 把这个 先去找那酒肉朋友 那群酒肉朋友呢 都没有人要理他 于是呢 他就去把弟弟找来 他对弟弟非常不好嘛 让弟弟流落街头 现在才把弟弟找回来呢 去搬这个尸体 然后就掩埋了 第二天那群酒肉朋友 去告官 就要勒索他 勒索不成就去告官 多坏啊 真的很坏的朋友 那所以 这个张华呢 他就急了 他就问他的太太说 怎么办怎么办 现在那个 那就是 要查我 官司打到身上来 要查我 那太太就说 没关系 我去替你说明 他到了法院去就说了 就说那是一只狗 当场就瞪了一下 那酒肉朋友 那当然那个 就去开关 验尸以后 就发现 真的是一只狗 不是人 所以我才说 今天看起来不太适合 因为有一些动保团体 可能不容许这样的事情 或古代的话 他们就 没有这样的一个想法 好 那现在呢 就是 真相大白了以后呢 就表示说 这个弟弟还是比较贴心的 弟弟永远呢 是向着哥哥的 那群酒肉朋友都是坏人 你平常看不清楚 那其实呢 蓝铃笑笑声 就是讽刺西门庆 讽刺西门庆说 你平常教的都是一些什么酒肉朋友 所以在他死的那一刻都不放过他 所以有的时候觉得蓝铃笑笑声比曹雪芹更犀利 哦 是 对 那特别是那个 比如说西门庆的儿子 官哥 在 你看他做梦都想要当官 他这个生意人是个商人 做梦都想要做官 所以儿子叫做官哥 那这个 这个小孩子呢 小朋友满月的时候呢 也是呢 就是请了一个戏班子呢 来演戏啊 演王伯的戏啊 唐朝有个诗人叫王伯 是 好像年纪轻轻就坠海 就是好像到越南的 郊址那边去看他爸爸 他爸爸被贬官 贬到那里去 所以以前的汉朝 就唐朝啊 那个国土非常的辽阔 延伸到那里去 所以贬到这么远 他去看他父亲的回程的路上落海 而死 所以官哥就命不长了 这个都是用戏 用戏曲去反映 但是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 就是说 在古代啊 什么地方可以看戏呢 说穿花度水啊 从这个 从对面的那个楼啊 唱过来 我们这边的歌呢 就可以两盏茶的功夫啊 看完一出戏 而且呢 他说唱完戏之后 就白酒上来 暖酒上来 好会生活 真的 但是我们没有想到 林堂也唱戏 是 温丧喜庆都唱戏 对 这个是在他们的 当初的这个生活里头 你意想不到的 料想不到的 那有的时候呢 我们就会发现啊 在临时的 去听到的 这个曲纹的时候啊 那时候反而更美 我们回过头来看 刚刚那个黎香月呢 就是这样的情形啊 贾宝玉去药 没听到 林黛玉呢 不经意就听到了 这个曹雪芹也是 很会写作的一个 是 原先呢 贾宝玉跟林黛玉呢 正在 那二十三回嘛 他们正在共读西乡 共读西乡的意思呢 就是说 他们两个人呢 两小无猜 两情相悦 一起去看了一出 文艺爱情片 彼此之间呢 互相有一点 有点意思 情思 有点情愫 在慢慢在滋长 那么贾宝玉呢 就被她父亲叫回去了 说因为男孩子的责任 跟女孩子不一样 她就是要面向外面去 去会客啊 对 然后去求官啊 所以就 穿着这个整齐的衣服 就出去了 那留下林黛玉一个人呢 刚刚又看完了 爱情的文艺片 又一起葬花 那现在呢 独自一人走到 就是她有铺陈 她前面有铺陈的 一段女孩子的这种 婉转的 挨婉的这种 爱情的情思 那来到了 黎香苑的门口的时候呢 这个 世达尔寻片呢 你在幽归自怜 对 这个刘孟梅呢 这个挑逗杜丽娘 杜丽娘 那就让林黛玉呢 觉得 哦 原来 原来这个昆曲里面 也有好戏文 以前她是 很喜欢这个诗歌的 对 那现在呢 她要好好的来 研究研究昆曲了 所以 这个也写得很美 就是说 每一个主角 她都有成长的经历 对 都有生命的 这个发展的历程 都跟昆曲 结下不解之缘 而且呢 是在这个练唱的 这个排练教室外面 去听到的 偷听到的 对 去偷听到的 以后 对她自己的 情感的这个 皈依啊 跟她的这个 浪漫的这个怀想 有很密切的关系 这个写作手法也是 我觉得也很高明 对 非常厉害 好 我想啊 透过了 朱家文老师的介绍 原来 古人 他们看戏 是 昏丧喜庆 对 无所不在 戏曲 戏曲无所不在 戏曲好像是 他们生活当中 最重要 陪伴他们的日常 对 一定会出现的一个 好像 仅次于饮食 对 写红楼宴 是 仅次于饮食 更重要的一个部分 是 对 而且他们不需要字幕 就可以很熟悉的 能够听戏啊 真是很高级的素养 是 好 那么今天 我们真的非常非常 谢谢朱家文老师 带着我们 走进了这些 古典的典籍当中 让我们从里头 看到了 古人跟戏剧之间 非常密切的一个关系 谢谢朱老师 谢谢佳瑜 谢谢听众朋友们 谢谢 好 那么不只是昏曲 今天就为您进行到这边 非常谢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个星期天晚上 同一时间再会咯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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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赏心 乐视 不只是昆曲 给您精致美好的艺术盛宴 本节目由建国工程文化艺术基金会赞助播出 开启人文生活美学新风貌 建国工程文化艺术基金会 文化艺术基金会赞助